第四位 喂 徐少華 律政司說的奪字很暴力 那我們奪加上命 還暴力?隨時可以抓 但講暴力,你救這個政府暴力? 白瑞人的血汗金錢 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書之奪去了 一人一跳選出來的議員 議席又被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連尊嚴都被他奪去 那現在究竟誰奪哪個命?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鬧鬆 衝奪香港 好,我們又回來了 我們回來了 勞氣完一輪 都要講講我們做了一個 物業管理公司和物業管理人發牌制度 建議的文件調查 文件調查 阿藍講講我們怎樣做 其實我們有 最主要兩個方面 第一個我們在網上 我們有個網上的問卷 邀請了各界的人士 包括業主租客 甚至物業管理界的人士 任何人都可以做 任何人都可以做 我們自己也會在地區裏面做 然後也會跟我們雙數的法團 居民去做這個問卷 即是分實體問卷和網上問卷 這兩部份最主要 我們現在也看到 總和暫時也有效的 即是有效的 有效的 有些沒有效的 就是485份 是的 四百多份 我覺得是中軍中舉 因為其實始終 有些業主他沒有做的時候 都反映給我聽 其實他真的不知道怎樣填 或者沒有什麼意見 那就不給 不要緊的 這個我們絕對尊重的 一般而言 我們當然是想做到上千 但是 因為我們用了他錯的時間 即是連他都做不成的時間 我們用1月2日做基準 是的 他用18日期 今天我們公佈這個 我們的結果 他都還沒截 他退了十幾天 不要緊 但是我覺得那個數 但是一會大家看下去的時候 那個數據其實也挺一面 是的 即是五波的就永遠是五波 一面倒的就永遠是一面倒 好嗎 逐條逐條去分析 第一個 我們有問到 那些業主的身份 因為我們都 這個我們沒有關聯的分析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關聯分析 就是譬如業界對著那件事是怎樣 或者業主對著那件事是怎樣 不過這個關聯分析我覺得都不是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找回來的主要都是業主 我事實跟你說 有很多 我看到起碼超過十份的 都是扮業主的 因為他是很有趣的 那些人說 你怎麼會看到他是扮業主呢 他踢了物業管的業界 然後查了他 再踢回業主 原來是這樣 很弱智 可能他本身也是業主 然後他也是在做 你不能這樣說 是不是 我現在訪問一個一般市民 對警察的看法 但是你是警察 你怎麼會覺得你是一般市民 你明不明白 你明不明白是警察 警察和一般市民是重疊身份 我應該說你 你不是業管理業界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他現在說 大概我們有5%是業管理業界 就是租客 其實我反而就這個數字 我反而覺得租客的比例少了一點 因為很可能他們覺得 不是關他的事 是啊 應該這麼說 他可以令事情不關他的事 你管得不好我就走了 我不要租 是吧 買了房子就很難搬 是吧 這個可能是一個 基本是這樣 所以他們對這件事的意衷就不大 然後我們也有給了業主 八成以上是業主的意見 是吧 我想第二條 你問些什麼 好 第二條 其實他就問 這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最主要你覺得 那個目的是怎樣 監管他些什麼 其實我們給了幾個選擇他們 其實他可以多一個 包括他會不會跟三四四做事 他那間公司是否廉潔奉工 他處理的項目是否妥善 他管理的環境 是否需要監管 還有他的保安質素是如何的 嗯 大家看到那個圖表 是吧 大概都 絕大部分的人都剃了那個 是吧 大家看到 這個題目我們設定不好的 嗯 我們這個題目 就設不到 就是出來的結果 就看不到哪一件事 其實你現在是廉潔奉工啊 發團帳目啊 都要的 那些全部都要的 都重要的 是吧 所以變成了這個監管管理環境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我估計這個很可能 嗯 跟那些 跟我們接觸的大廈的關係 是 因為有些大廈根本上就沒有什麼環境可言 是 是 即是我單棟樓 是的 側面兩邊都是樓 前面就是馬路 後面就是後巷 自己可能就是管理處 那我可以有什麼環境呢 是吧 那他相對關注就明顯少了 其餘了四個呢 我都沒有辦法 將他 哪個分 僅僅輸個馬備 拿兩票那些我不說 那些很不威力 是吧 不過 我想 這個都反映給政府看的 嗯 其實 業主有期望 你是監管他有沒有符合 三四四 還有是不是廉潔奉公 我想說 現在那個規管 是跟一二那兩項沒有關係 是 即是他現在暫時那個建議 是不是規範著他有沒有跟三四四 也都不是規範著他有沒有廉潔奉公 那個理由可能就是 因為三四四就是三四四規管 廉潔奉公就是廉潔公署 就是供貪條例 所以這個六二六呢 就只看規管你處理帳目 規管你保安質素 都是管得專業不專業 說這兩樣東西 所以這個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即是你不要以為 哦 你有 你這樣嗎 即是譬如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有個學校 他給那些粗恨的分數 他有整潔啊 誠實啊 禮貌啊 禮貌啊 那他就沒有禮貌那一項 那那個學生就什麼都最高分 那不代表那個學生很禮貌的嘛 是 那他沒有規管道的嘛 所以這個就大家要關注一下 第三條了 這個是第三條我們看一看的 派出來了 不要再講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講 認為物業管理監管局 是不是應該透過發牌制度 去監管管理公司的經理人 是 可以隨便監管一樣 我們的選項就是 或者是兩個都要同時受到監管的 是 就是同時都要發牌的 是 我們沒有選項就是兩個都不管的 是的 我們沒有的 這個也是不理想地方 其實應該是去選擇的 是的 其實大家都看到 差不多接近九成的受訪者 88% 都是想兩者都受監管的 所以這個呢 這個就是 正面反映給政府看 他的諮詢裡面是很強調 要問清楚大家 是管一樣 還是管兩元 他很強調的 其實我們拿上手 用不著想 當然是兩元都監管 是吧 現在的反映出來 都是接近九成的人 都好像我們意見 就是我們都接觸到 我們都著地氣的 是吧 就是我們都 我們都接觸到 那些人都應該是差不多的 所以 但是有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反而就是看 只是監管公司 和只是監管的人 反而是很多人覺得 如果監管一件事的話 他們相對覺得 只是監管公司 多於監管人 是吧 這個呢 我明白的 業主當然是覺得 因為很多業主 都敢問我的 是 也經常問你們 那天最好笑 就是突然給我一些名字 蘇先生 選哪一間好 你說得了 我們跟著選 我說大哥 只看名字 他選了整件箱 我又不知道做多少工程 我又不知道做什麼 又不知道其他多少選擇 他在七十幾間裏面 給我九間選 就是他篩了一段時間 他給了九間我選 你問我哪一間好 接著 我頭到九間都不好 就說不要選 那不就怎麼樣 我不知道頭不知道 怎麼選 是吧 那麼 有很多業主 都還以為是選公司 是最有效的 嗯 那我不可以說這些東西是錯的 但是 我經常都說 你選了一間公司之後 你也要去監管它 嗯 夾它用某些人去幫你 所以其實人呢 才是操作一件事的 是 如果完全不監管人 在這個行業裡面 是很麻煩的 嗯 所以唯有兩樣都監管了 我們的立場就是這個意思 嗯 所以這個都證明很多業主 他認為只是監管公司 算了 人人不用監管 還有可能他們覺得 我們請那個 是一個公司 多數都是什麼什麼管理公司 去跟他簽約 是 所以可能他們覺得 我就是監管管理公司 那就可以了 然後管理公司 他自己有自己的監管制度 他們旗下的員工 有些會是這樣想的 就是你會相信 那間餐廳的品牌 是 還是相信廚師 是的 就是有一間很好的餐廳 是不是走進去一定好吃 嗯 我覺得兩者 那個餐廳 都要有自己的規範 才令到自己的廚師有一定的水準 嗯 但是一個好的廚師 去到一間相對沒有這麼好的餐廳 他理論上都可以做到 煮好的東西 是吧 理論上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可以想一想 是 那第四條 這個就 這個就 有趣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 藍哥說什麼 這個就是說 同時持有物業管理人 牌照的董事 合夥人 獨資經營者 即是老闆 可以管理多於一間物業公司的一個問題 就是問可不可以 或者同不同意 他們可以管理多於一間公司的 大家都看到了 很接近 叮多碼頭 同意不同意的一個比例 都很相若的 是的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問題呢 因為那個文件裡面就在說 運運可不可以多於六間的 嗯 他這樣問的 運可不可以多於六間的 我就說一間都 即是一間都免費 問可不可以先重疊 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 問可不可以重疊 他們那裡建議的問題 就問可不可以 重疊六間這樣 所以呢 這個我覺得挺有趣 幫你怎樣分析的結果呢 其實你應該把 同意和不同意的人是打和 嗯 即是 打和 打和就是蔡志偉 是的 因為其實跟現在那些 顧問公司 那個情況差不多 即現在那些顧問公司 就會有一個專業人士 在不同的顧問公司裡面去掛牌 其實這個狀態 會不會接近了 譬如我 我開十間的管理公司 那如果我要去 有人去 請個管理公司的時候 我就去 用某些公司 可能我用三間去浪標 那會不會 令到有個 違標的問題出現了呢 即是這裡我都會有點擔心 即是有Bias 是啊 即是不未必違標 起碼是有Bias 即是我家公司 我們有清潔公司 嗯 接著 你又公開招標 那我家清潔公司又來投標 嗯 即使我 申報了 那間公司 是我們公司擁有的 嗯 那間公司 都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有些人有什麼想法 可以 所以呢 我覺得 這個是很看 意見的 嗯 我想 暫時這個意見 沒有一個結論 我們找不到一個結論出來 即是 我們的相片都不小 三個接近五百個 你一半一半 即是他們沒有合作的 是呀 因為不同地區做 是啊 不同地區做 又上網公開給別人做 又上網公開給別人做 這個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問我 我覺得最起碼都要有一個很清晰的申報 即是你要告訴他 其實現在的機制我們都很接受 你說同一個公司 或者同一個老闆 他自己去投標自己管的公司 自己管的大廈 現在都是容許 法例是容許的 所以 我覺得申報了出來 就是假設選擇 那到第五 這個 一面倒 很一面倒 這個出奇地一面倒 是嗎 因為你照樣 當然有些人是不喜歡的 是呀 是呀 照樣是不喜歡的 是呀 這個是講 要設立公開的物業管理公司 就是寄分制度的 是 即是我們都講一下 你說什麼道理 這個寄分制度 即是我們覺得 應該要有個計分 有個評分 即是寄分 因為我用這個詞 所以我用回這個 升降機 業界 即是他們在基地工程處 有一個寄分制 其實我們現在開車 都叫寄分制 就不是扣分制 有些人說 你扣剩多少分 不是扣剩多少分 你加上去 你寄了多少分 即是你寄了15分 就停牌 他本身沒有15分給你的 你明白嗎 真的不是這樣的 即是沒有 所以是寄分制 你是零分在這裡 零就是最理想的 是呀 你叫高分比你叫差 沒錯 所以這個是比較奇怪的現象 一面倒 是呀 97%的人認為是要寄分制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倡議的一個很重點 因為整個制度裏面是沒有這件事 是的 我們認為要有 那怎知道原來這麼多人支持我們 這個看法 是吧 那所以 我想這個我們都要充分反映 是吧 業界是不是需要 做一個寄分的制度 其實都合理呀 同行你當良性競爭 是 是 誰被人記得分多 那那個自然投標 中標機會低了 嗯 其他人做得好的 就有個合理的獎勵 就是你容易中標 是吧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促進了良性競爭 是 是 那再到第六 這個呢 我覺得呢 就最理想了 也是一面倒 最理想了 也是 一面倒 之餘 是反映到很大的現實 是吧 因為呢 我們之前都批評 那個文件裏面 不斷就叫那些管理人去讀書 是 要有大學歷 什麼什麼差差 你看看學歷是最低的那個 就是 因為這個呢 我剛才第二條就不同了 是 我們不是任它多於一項 是 我們限它最多選兩個 是 那很明顯是最多選兩個 結果很明顯的 我們這條bar chart 就沒有剪下的那一部分 是完全按比例的 嗯 OK 是由零至五百的 嗯 所以變成了呢 全部都過四百的 嗯 專業資格 和誠信表現 嗯 那當然啦 你都可以看到 專業資格呢 是 你可以將它 加進去 等於那個 那個學歷 的 跟學歷有點掛勾的 嗯 不過又未必完全掛勾的 我舉個例子 你專業學會裏面 你有你自己的評核史 嗯 你評核到這個 這個員工 他又沒有什麼學歷的 可能 都沒有什麼正式的sert 拿過 嗯 但是他想回答你們 一些物業管理業的事情 你有一個很有系統的審核 嗯 這個人評為A級的 嗯 那就是一個專業資格 是吧 你可以這樣想的 那也都 透過他有其他不同的 的專業資歷 是吧 例如水電啊 工程啊 是吧 都幫到手 那就是證明 我相信這些專業資格 大家是在說這件事情 是 另外就是那個 過往誠信表現 嗯 麻煩你提清楚了 整份文件裏面 是沒有提這件事情的 嗯 但是他們覺得很重要啊 嗯 是不是 連資和學歷 份文件裏面有提的 嗯 OK 不重要的 一百有都不夠啊 就是 你二十個巴仙的人都沒有啊 嗯 是吧 你想想這個是 是多麼笨 嗯 是吧 完全都不能夠接受的 嗯 是一個說法 是吧 所以這個呢 這個結論呢 是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之 值得參考的 嗯 是吧 你怎麼看呢 你看 他說連資 比學歷更重要 就是在物業館裏面 誰來你學歷啊 是 是 是吧 真的 你溝通到 我也不知道見到多少管理員的英文 很厲害 我們見到很多 因為我們經常做半生的 是 他很明顯是沒有讀過書的 他應該是學歷不夠高的 但是他懂英文 他懂英文 他懂英文 是的 就是 我覺得誠信表現是很重要的 我沒有看錯誠信表現是最高的 最高的 因為他上面的白色是比較短的 嗯 所以 這個我希望 有關方面 看清楚了 嗯 是吧 那麼 第七 講一下這個 第七呢 其實就是講一些關於利益衝突的事情 是 就問究竟那個物業管理人 持有那個物業相關管理業務的公司 就是那些清潔公司等等 保安公司 是不是要去避免那個利益衝突 需要 要限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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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限制他這樣處理的 所以這些香港人是很公道的 嗯 你記不記得 我們剛才剛才有一條 是 我們有一條 是問第四條的 是 可不可以持多於一間管理公司 大家覺得沒有什麼特別贊成反對的 但是你去到這個第七條 嗯 需要不需要 需要規管他 嗯 就是要利益衝突的問題 他不是 香港人是很合理的 是的 他不是不讓你持有 嗯 但是你要規管他持有 是的 是吧 他覺得有九成人說要規管他 嗯 是吧 就是你要限制他 他不可以不斷刪子公司出來 是 或者就算他有子公司 他都要有一個規範 嗯 他當他有利益衝突的時候 嗯 他是怎樣去處理 嗯 用過什麼生命的制度 嗯 甚至乎 我要紀錄在案 我們的管理公司 有一系列 和他有重疊股份的公司 嗯 我們先避了案 是吧 那麼他再投標的時候 我們要打升有一點都好 嗯 這一間公司就是 我們的管理公司的重屬公司 嗯 或者子公司 是 這個我們要處理 是吧 那麼我覺得這個 這個 第七這個呢 亦都是相對一個 好的制度 嗯 好 最後一條 亦都好呼之欲出 又是一個寄分制度 是啊 沒錯 這次就是這個 物業管理人 應該就是那個經理的寄分制度 是 這個 這個就少了少少人贊成 是吧 但是都95% 都95% 都是壓倒性的贊成 嗯 就是這個壓倒性贊成 這個呢 我告訴大家 大家業主 只是看著自己的屋苑呢 這個似乎不是很重要的 是 但是我們就很清楚了 是 那條粉腸在那裏做得不好 在這裏 下個月在那間公司做 poker 又死了 就是 就是會這樣的 我們很見得多這些 是 他行頭都可能比較窄 通常都是這間公司 是轉那間 還有說轉公司 基本上同一間公司 他一個人一定是管多過十個盤 是 所以我們在A盤看到他 B盤又看到他 但是 他那個質素都不是一致的 是 是 有時候一致的 通常那些壞的就是一致 壞的有致 好的不是一致 就是 有時候 我們 在我們處理這些大管理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物 嗯 有不同的業主向我們投訴不同的人 嗯 我們很冷靜的 業主跟我們說 就照聽 是吧 但是我們自己的心裏面有很過癮的東西 嗯 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那個業主 我們也第一次見那個物業經理的時候 嗯 那些業主跟我們投訴 喂 那個經理怎樣怎樣 那些成績很有問題啊 叫他做事又不做啊 沒有記性啊 不要跟那些人說話 說完之他又不宣訴 嗯 其實我絕對沒有可能 聽過業主說一次 就信過業主 就有個印象給這個經理 是 但是大家要明白 就算同一大學裡面 有十個這樣跟我說 嗯 我也會跟自己說 唉 你們十個可能理解錯了 可能做錯一件事 你當著人 嗯 但我告訴你現實是怎樣 現實就是 我們在不同的屋苑 對著那個經理呢 都是有不同的業主 跟我們講同一番評語給他的 嗯 那我就很相信那個評語了 嗯 就是那個評語是對的了 是 就是中肯 因為沒有可能的嘛 那個屋苑的業主在天水圍 那個屋苑的業主在將軍澳 嗯 那個業主在北角 三個都是那個經理 嗯 三批人互相不認識的 嗯 跟他同一個評語給他 嗯 其實你要明白 就是那個經理有一個 寄婚制度呢 是 當然我理解 是對他造成一些壓力 是 是 但是我想說呢 嗯 始終是有一個 平衡的機制 嗯 是 就是你要趨向專業嘛 是 是 我想說 醫生有沒有可以投訴 有啦 是 律師有沒有 就是任何趨向專業的行業呢 嗯 你是懲罰不了他的 嗯 你是懲罰不了他的 懲罰自己 你懲罰自己 你罵他就是懲罰自己 就是 好像我小時候跟我家人去吃東西 嗯 嗯 碗雲吞麵裡面有隻蟑螂 是吧 不要說聲啊 拿回去你更多啊 是吧 真的 就是 我覺得我老爸很懦弱的 嗯 就是呢 專門說完這些事情 是吧 就是 我跟他真的很大分 可能我看見他我很不滿 嗯 我說怎樣 我說那天我吃了他 我心想 真的 我會生氣 聽得多 你爸爸可能說是會越多 但是呢 我家人就會說 他也給你一個碗而已 他拿起來 拿起來 拿起來 是啊 就是 會少些 我長大了 我也不多遇到的 有時候我記得 那我就放了一個碗 我說好啊 你先拿一個碗出來 那就拿一個碗走 是吧 那你解決到的嘛 是吧 還有 你也不要再去光顧他了 老實說 是吧 我最有經驗 我去過一間 那時候在石塘咀的酒樓 現在已經撿了一粒 那裏變成了一個商場 你沒有再開酒樓 那裏的衛生問題很有問題 是 很多人擁著你去服務你的 因為那裏吃火鍋 然後突然間 在我旁邊的桌上 一張圓桌 好像這麼大張 火鍋還是蛋邊爐 這麼大桌 兩個爐在那裏 突然間 聽到 有一隻老鼠 凌空 突然踏下去 那老鼠就踏到那張桌上 踏到那隻老鼠 是即時走不掉的 因為他都痛了 知道嗎 踏到即時走不掉 然後那些人 就害怕走 然後有一個較好一點的男士 就撥走那老鼠 撥到地下 那個老鼠再踏到地下 仍然都動不了 你覺得他是動的 但是他不清醒 就是不清醒走不動的 那 大家走來看 看我部長 看好東西 明明有很多人在那裏 突然間沒有人 你求助無門 然後大家便想起雄了 搞錯呀 沒有人的 那些老鼠 那些老鼠 那些老鼠不小 然後我見到有個 穿白衣 黑符 即是正式的企堂 你會想像到 施施然 托著我盤出來 是刺的 OK 走到老鼠旁邊 吸著 不是 他做法就怎樣 很簡單 只有一隻老鼠在那裏 他一拼 一拌 一拌 嘩 接著 他退場之後 那些火都吹回來了 純熟 手法 他是鼠王 我不知道 人家捉射也有射 他很瀟灑 那就是說 有時候這些投訴 你都要有得做 所以 今天這個 貿易管理監局 這個諮詢文件 我們繼續 和大家跟進 看著這件事 我們都強調的 結果是怎樣規管 大家可以談 立場上 我們同意是要規管 因為 不規管一個 和大家 管理這麼大量金錢 的一個機關 其實就 不是很公道 你想想 你說那些冷靜期 你想想 現在說美容 三千元 都說要有三天 對吧 我們現在三千萬 立即簽約 想都不用想 有些人交管理費 也要交三千元 對 交管理費也要交三千元 即是怎樣搞 所以 這個 我們跟進 還有再次呼籲 那些業界 不要再偷換概念 做完這些無謂的事情 好嗎 因為 真的開你的名字 不是開玩笑 因為 我開你的名字 未必是壞事 可能人們覺得我不對 可能覺得你對 我開你的名字 賺了你的 對嗎 所以 開你的名字 說出來說是公道的 是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好 那下集再見了 拜拜 我們會有很多人的負擔 今年 屋苑招標 維修工程 和採購服務 出現遺標 或者疑似遺標的個案 這些個案裡 小業主 飽受到 管理公司 成建商 大業主 業委會 甚至活發團 的重重遺困 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錢包 看解圍 我們幫努力 我們會不會 一會 我快點 你走 你走